接触师父上人的讲座也差不多有十年了 从学佛就发心做义工 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没有失去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但是我母亲身体不好又不信佛 喜欢找人看事 喜欢占小便宜 我对母亲很纠结怎么办 今生做母女或者是母子 也是了缘来了 善缘得了恶缘也得了 了完了各奔他乡 各走各地道各有各的缘 你自己好好协活 给母亲做个好样子 将来你成就了 如果母亲去不了好道 你可以救助她 对于母亲现在的表现 你不必纠结 纠结是解决不了问题 你不必纠结 我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吗 你不必纠结